其实我已经错过很多次比赛了 包括那个什么 所以不用风扇 这个问题我早就说过好多回来 所以咱也不知道他们是专业还是业余 谢谢零尔入围 谢谢每一位入围IP的朋友们 对面对着壁画的是 天天 其实昨天我在这站了很久 我就在想这样的一个背影 其实一直在提醒着我 你看他的表情 他的动作 我就在想 他一定是在遥望着家乡 遥望着家的方向 大熊猫其实 很多人在一定程度上 说他是独居的 但实际上在这个星球当中 谁又可以 一个人面对 整个世界呢 这个世界上没有孤独的人 只有孤独的心 是吗 他在这边 他视频 有充满的心 但因为就是 青海 你看这些壁画 后面的这个 首先它的风格 翠绿的山水 白云间 散发的竹林 刚才有朋友问了 这是咱们中国的风景吗 我想告诉你的是 观赏竹 你们看到的那些观赏竹 特别粗的观赏竹 是19 1939年 1940年 1941年 跟随着熊猫来引进到美国的 很多同海拔之上 没有那么多的竹子 也就是说 在高海拔的情况之下 出现竹林 在高海拔的之下 再有雾蒙蒙的这种 山脉的景象的话 只有我们中国 这也就是为什么 只有我们中国 有大熊猫 这个 你提出这样的质疑 我不知道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态 你想说的是 这一定就是中国吗 但是你要 我要告诉你的是 熊猫是中国的熊猫 它来自它的故乡 它也遥望着它的故乡 这一点都可以 为一个中国人的底气 一定要有 真的 一定要有 而且要足足的 无论什么时候 感谢观看